大家好,歡迎收聽 芒向編輯部,這裡有我的 Raymond Wong 還有,義德台仰 大家好,各位早晨 午安和晚安的,大家好 Toracef 說,全民速測 證明了政府,也有想過如何找傳播鏈 其實,全民速測這個 幫到手,但是 不是真的很有用 如果你用一個 找傳播鏈的角度去看,這不是真的十分有用 但是能幫到手 驗了陽性的人,就自己躲在家裡 當然現在也有人繼續罵 居家隔離是不行的 居家隔離是非常不行的 有些人這樣說,就是因為居家隔離 國泰就是因為居家隔離,搞到爆疫 那些人現在罵政府就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好了,問題就是 你看看香港的社會 資源有沒有在 如果你不居家隔離可以怎樣 就是沒有辦法再做其他事情 那就要居家隔離 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而已 一叫你們又不聽 對嗎 跟你說了就不聽 然後到處都是 現在有應對的方案 然後你又吵 說應對方案不行 一早聽你們說就沒事了 現在個個都是這樣說的 其實在Facebook就看到 一早聽我們說的 全民強制檢查就沒事了 其實根本這些全部都是假設性的 不是的 不關事的 真的不關事的 他們說什麼居家隔離 搞到到處都是 這些是神經病的 因為現在的疫情 最初國泰有幾個人不聽話的 那條傳播鏈清了 那條傳播鏈清了 所以根本就不是那件事 現在就有疫情就在罵 其實現在有兩條傳播鏈還在 真的很明確的 就是之前 倉鼠第一條 另外就是 隔離酒店引出來 這條是原始的 就是隔離酒店引出來 那個是BA.2版本的Omicron 這個病毒還在社區傳播中 停不到 另外就是倉鼠 剛才台仰說的就是倉鼠 那好了 倉鼠那裏 又有人出來說 大支東西 說要政府殺了倉鼠 但是明知是不可能的 說那些人是明知是不可能的 說這些閉眼球 其實有很多議員 都是為了閉眼球的 你看田二少爺那些 為什麼不殺了倉鼠 大哥 你那些人肯拿倉鼠出來才行 逐家逐戶拍門去捉倉鼠 有什麼可能 強制就可以了 叫警察去 什麼不行 是啊 沒試過怎麼知道 有決心就做到的 我都會說 來來去去三腹屁 是啊 經常都是這樣的 Chloe就說 可能在交通外上摸扶手 之後沒有洗手就可以染疫 要用出手液出 我常常都說 要多用 要勤一點用 不要怕傷皮膚 不會的 你惹到病毒更傷 好了 Ferona Shu 就是 小弟住在青衣長青村 青衣居民 次次坐車去攜坊運動場 免費檢 青衣 完全沒有一間全民檢測中心 青衣沒有一間中心檢測 上年九月份前 在長青社區中心 游得早 那 就是這個情況 你這樣問 我就不是馬上可以回答到你的 因為 我是不知道 他究竟那個檢測中心 是在哪裡 就是如果你 各區的流動取養站 會不會在青衣會有呢 這個我們 現在可以再看一看 其實 流動取養 是有個清單的 每天都會不同的 其實在長髮社區中心 就有的 即是 葵青區 長髮社區中心 每天都有的 其他那些 沒錯 是在葵青的 那 長髮社區中心在哪裏 其實 這個 我也不知道 那裏 我先檢查一下 就是青衣 長髮社區中心 就是在青衣 是啊 所以你說完全是沒有 又不是 我都要說清楚 他在長髮社區中心 是有個流動的 這個我剛剛檢查到 這個是流動採用站 你說社區中心檢測 這樣 就是青衣有沒有 我現在就幫你看看 其實我 我 是馬上按都看到的 你說 就是 社區檢測那裏 老老實實 是沒有的 這個 我也要承認 但是 就是 這個 新界 這個地方 基本上 都不是很多地方 有 檢測中心 如果是社區檢測中心 新界 匿元社區會堂 元朗市東社區會堂 屯門兆倫社區會堂 粉嶺和興社區會堂 麗景社區會堂 坑口社區會堂 荃灣 衛泉體育館 大埔泰和體育館 還有 還有 香港國際機場地面 運輸喉車室 只能看這幾個地方 如果你說 就是 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 你剛才說的 葵聰那些 都是流動的 而我剛才說的 長髮那裡 就是在青衣 早上10點至8點 每天都有 就是 不是青衣 所以 你說青衣沒有檢測中心 就 不是正確的資料 都要說清楚 香港移民HK說 青衣體育館都可以檢測 這個青衣體育館 沒有在社區檢測中心的位置 流動採養站的位置 也沒有說青衣體育館 我也要先說 現在是有點不同的 因為 它會變的 那個清單 我告訴大家 所以你一定要去看政府的 communitytest.gov.hk 它那裡 就會有 資料 告訴大家 在哪裏 先說清楚 在哪裏 Ricky Ng說 沒有必要真的不會出去 但是 多人排隊聚邁 都有好事 我昨天上班去捐血 看到很多人 排到 升降機口 香港血腹存量低 都多了很多人去捐血 不過我本身不喜歡等太久 都是過幾天才去捐血 其實捐血是可以預約的 其實香港人很有趣 有些人都很善心 但是你叫他預約 他又不想 有些人 沒有辦法 香港人很有趣 你去什麼都可以 看醫生 立刻 有一看 要去剪頭髮 一進去 可以立刻 坐下剪頭髮 在外國不是的 剪頭髮 要預約 預約時間 你去銀行辦事 有要 預約兩三天 預約時間 才去銀行辦事 香港不是這樣的 沒有這種預約的習慣 很多時候都是 Angie Wong 就說要查自己區 有沒有可以上政府網上查到 還可以查到流動檢測地區 這個網站 我們再說一次 就是 communitytest.gov.hk 在那裏就有了 如果你要找社區檢測中心 他就有個清單 我剛才讀出來 新界有哪幾間 然後你再按 國區流動採養站 他就會有個PDF file 出來 PDF file 就會告訴你 他有一個日期 最重要的是看那個日期 最重要的是看那個日期 頂上有一個日期 因為他 那個日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其實他每天都會改 所以 你要去之前 你要看究竟 那個日期是開的 而且你要記住 打風的時候 它是不開的 這一定要說 就是你打風 三號風球 或者紅色暴雨警告 在室外的流動採養站 就會關閉 他有寫到的 清清楚楚的 其實你自己去看看 還有 這個一定要澄清 我們都提過大家 其實就是 在香港你有病徵 就不可以去做檢測的 其實就是 有病徵 有病徵就不是去 流動採養站 或者不是去 社區檢測中心那裡檢測 不是 你有病徵就去看醫生 因為醫生會幫你檢測 他是這樣的 香港的制度 跟其他地方是不同的 這一定要先說清楚 空威斯又問了一個問題 我站在倉書一年 那些超市的旺角分店買的 那是否要棄養 不用我們就說過 以田二少的邏輯來說 是要拿出來的 除了田二少的邏輯 但田二少邏輯是狗說的 我們就說過 這些是亂來的 如果你自己養倉樹 說真的 我們已經建議了大家 你就去驗一驗 有沒有眾生觀 有個安心 一般你都是在農道 你不會接觸其他事情 不會讓他通山跑 然後他通山跑 就不會回來的 現實就是 好了 Toracev就說 跟行政將官說明 國內已經派了人下來 重設火眼 證明行政將官才發出要求 那個人 而不是班奇羅羅 其實當然是 這個 他們會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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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做到事 接受我們的意見 他們會這樣舔的 那 Toracev就說 有一群網友 現在炒作 把火眼放在馬安山 沒有諮詢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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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問題的 為什麼呢 因為 這是必須要的設施 以及緊急 緊急就沒有諮詢了 怎麼諮詢 其實是諮詢不到的 這個也是亂說的 小筆點 他就說 第一針 未夠數 洞房 還要打第三針 才可以喝茶 洞房今天說什麼 我沒有打算說他 其實 我打算說一些 實際一點的情況 我沒有打算說洞房 因為洞房是元宇宙的情況 他不是說香港的實情 我預告堂食要打三針 那有什麼奇怪的 有什麼奇怪的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奇怪的 其實 你說什麼疫苗通行證 殺了身 那些 我用了好幾個月 這個vaccine pass 用了好幾個月 我打了三針是有紀錄的 我隨時被人看都沒有所謂 我真的打了三針 很簡單 打三針就搞定了 說真的 很容易而已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打三針會有問題 有些人說 有什麼煩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 下午再見 拜拜